今天早上回來的時候 就是開車下台中 我就覺得台中的天氣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家這邊實在太潮濕了 然後我就想起台中的夜市 台中夜市真的很棒 就是可以坐在一個攤位到處叫 像吃大排檔一樣 吃夜市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最起碼我覺得啦 我覺得在台北吃不到這麼好的夜市 可是我馬上想起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去吃夜市 那 壞孩子就是沒事在亂跑 所以就知道高中的生活就是跑來跑去 然後我就在夜市吃 然後我在饒河街夜市 是一個台北清台很有名的觀光夜市 饒河街夜市最好吃的是什麼 它是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藥燉排骨 雖然它什麼都有 但是就是藥燉排骨 那想想一下也很奇怪 就是它的藥燉排骨 反正一個攤子 然後大家很多桌子 然後椅子 然後每張桌子都是連在一起的 可是商人很聰明 他把桌子中間挖一個洞 然後你就把垃圾袋套在那邊 然後就吃藥燉排骨 顧名思義就是有很多排骨嘛 然後吃了之後 不要排骨就可以直接丟下去 雖然我只覺得為什麼 我要在垃圾桶旁邊吃飯 可是好像 好像就是那樣 那一次我吃一吃吃一吃吃一吃 突然間 對面就飄來一個東西 黑黑的大大的 然後就從旁邊飄過來 碰到放在我的肩膀上 然後我也不以為 反正搞什麼 你就把它拍下去 然後繼續吃 因為拍下去 繼續吃吃 我才發現剛剛拍下去的是一隻 蟑螂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辦 因為是在夜市 所以反應就是 繼續吃下去嘛 我就繼續吃完了那個東西 但是 在夜市 你不會覺得蟑螂 可是今天如果你去網品台說牛排 你切牛排切到一半 突然間飛來一隻蟑螂 然後拍下去 你不會停在那邊繼續吃牛排 你一定會馬上站起來 告訴服務生說 剛剛有蟑螂跑到我的肩膀 有點可怕 為什麼相同的人走在夜市吃 要燉排骨 看到蟑螂不會覺得怎麼樣 為什麼 同樣的人走在網品牛排面前 然後看到蟑螂 牠會怎麼樣 因為 期待不一樣 你不會走到7-11 期待你會吃到多好的便當 因為它的便當 就是7-11嘛 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可是如果你去到一家 很好的自助餐店 你會期待吃到相同等級的東西 這就讓我想 這讓我最近 常常在想 我最近常常在想的就是同樣的問題 我不是在想 到底以後要固定吃牛排 還是固定吃 我 我 我開始問我自己 當我來到教會的時候 我最期待的是什麼東西 我開始問我自己 我來到教會 我到底期待什麼 我是傳道人的身份 所以傳道人到教會 一定要期待很大的事情 才是一個信心的榜樣 可是沒有 可是我開始問我自己 假設我不是一個傳道人 我只是一個剛信主的人 假設我今天走到一間教會 像有人在網路上 找到第二間教會 他走進來之後 我到底期待是 我到底期待什麼 我到底想要什麼 我發現有時候我會生氣 我會生氣的原因是因為 當我的期待得不到滿足的時候 我就會生氣 這是為什麼如果在網品牛排 看到蟑螂我一定會生氣 可是在夜市我不會 你有剛好有人看到夜市 有垃圾 這夜市什麼蟑螂 一直罵 你就會想說 幹嘛啦夜市 就出去外面吃就好啦 可是如果一個人走到網民台 又來看到地下垃圾 一直罵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這個罵得真有道理 我不會生氣 所以我內心有個期待 當我的期待得不到滿足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有情緒 所以最近我常常在想 就是 我不是說我最近去教會都很生氣 就是不要誤會 我去教會都很喜樂的 我都是這樣跟弟兄姐妹說話的 可是我開始問我自己 我到底期待上帝什麼呢 我到底想從上帝那裡 得著什麼呢 有時候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 花點時間跟弟兄姐妹一起 我沒有 今天不會給大家答案 但是想帶大家一起走一段 我也正在思考的過程 我們一起翻看今天的聖經 他在路加福音第15章 如果你有聖經 麻煩你翻開釋加福音第15章 如果沒有 我想後面的同工會 把聖經發給你 然後我們彼此幫助一下 確定每一個人都看得到聖經 然後我們去看 我們要翻開 路加福音15章 路加福音在聖經等新約 然後他是福音書的第三卷 所以大概可能在一兩百頁當中 你應該會找到它這樣子 路加福音第15章 我們一起要來看 今天經文有點長 我們要一起念 從第15章的第11節 念到15章的最後 也就是32節的地方 第15章第11節 一直念到32節 我旁邊還沒有翻到 麻煩大家協助一下 好 如果我們都翻到了 我們就一起來看 我們一起大聲的來 把它念出來 路加福音15章第11節到32節 我們一起來念琴 耶穌又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小兒子對父親說 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過不了 就是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 往遠方去了 在那裡任意放蕩 浪費資材 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飢荒 就窮苦起來 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 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雞 也沒有人給他 他醒悟過來 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 口糧有餘 我倒在這裡餓死嗎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 向他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做一個故宮吧 於是起來 往他父親那裡去 相離遠遠 他還先看見 就動了慈心 跑過去抱著他的景象 連連與他親嘴 父親說 兒子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 父親 卻吩咐仆人說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頭上 把鞋穿在他腳上 把那肥牛毒牽來宰了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因為我這個兒子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我們就快樂起來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裡 他回來離家不遠 聽見坐月跳舞的聲音 便叫一個仆人過來 問是什麼事 仆人說 你兄弟回來了 你父親因為得他 無災無病的回來 把肥牛毒宰了 大兒子卻生氣 不肯進去 他父親就出來勸他 他對父親說 我服侍你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 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 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 吞進了你的產業 他一來了 你倒為他 載了肥牛毒 父親對他說 兒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這一切都是你的 只是你這個兄弟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們禮當歡喜快樂 我們先一起來禱告 主謝謝你今天有恩典 在我們當中 謝謝你每一天都做新事 我也知道 這是屬於你 命定給我們日子 讓我們在當中 主要認識你 敬拜你 更多的知道你 然後也在當中 經驗你的同在 謝謝主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 一定會有一個深深的期待 如果我不知道期待 我就很難去評估 我想最起碼大家 當大家來教會的時候 不管你是基督徒 是信徒多久 你最起碼期待這裡 我們最起碼期待這裡 有神吧 對不對 看起來 大家沒有期待 這裡有神的感覺 對 我想我們應該期待這裡有神 就是 會走到教會來 雖然感覺上神到處都是 到處都在 可是 你不會想說今天我很需要 我去便利商店 早餐店 我覺得我可能會遇到神 不過我可能會走到教會裡面來 想說或許教會應該要有 要有神嘛 不去教會你也可以去廟裡 但是 很少人好像坐在公園裡面 就是期待遇到神 我們最起碼期待我們到教會 可以遇到神 一直每次走到教會裡面 我覺得我們都期待一些東西 當我寫事 我走到教會裡面 我也都期待一些東西 可是有時候 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期待什麼 直到我開始被一些事情惹怒 我開始被一些事情弄得有點生氣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開始的 是有一個人 他有兩個兒子 當然就是大兒子跟小兒子 沒有什麼好說 所以小兒子就跟爸爸說 把我應得的產業分給我 大逆不道的行為 這不是在哪個文化會出現 在所有的文化 很小就跟爸媽要家產是 你可以想像你兒子 你不像是小孩的 或者是做人家小孩 你現在跟爸媽說 什麼時候分財產啊 不會有爸媽說 好啊好我想很久了 正等你開口了 快點回家我們來算一算 沒有這種爸媽的 也沒有這種孩子的 當孩子說要分家產的時候 表示對他來講是什麼 對他來講是 他看重一個東西 更看重於他的父親 中國人覺得分家產 是大逆不道的事 因為父親都還在 這些你有什麼資格來 來吵這個 或者是我們就知道 王永慶先生過世之後 所有的兒子女兒都跑出來了 感謝主啊 都不用驗DNA 大家都想要分他的家產 當那些跑出來分王永慶家產 我們都覺得你是貪圖錢 你不是真的貪圖 或者你不是真的在意 你跟那個父親的關係 所以今天這個小兒子 不知道他幾歲而已 最起碼他一定比他哥哥小 因為他是小兒子 小兒子要分家產 那就表示他比較在意的是什麼 他期待的不是跟父親的關係 他期待是父親所擁有的東西 而且他很急 他說我現在就要 你趕快分給我 一般來講 大家應該會非常生氣 這也是不符合文化 如果你 如果你兒子現在跟你分家產 你會跟你鄰居說嗎 我最近兒子跟我分家產 你覺得有什麼建議 不會因為我覺得 這是很丟臉的事情 下西下集 我就覺得 這不能跟別人講 可是這個小兒子 跟他父親分家產 父親的反應 卻非常特別輕 如果你有聖經 請麻煩幫我找一下 這父親的反應是什麼 正經沒有記載 他就說 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分給他們 是因為不能因為兒子 弟弟要 那哥哥不給嘛 所以就弟弟跟哥哥都 他就分了 我們不知道這個父親的反應是什麼 於是這個弟弟要了家產之後 要家產的目的 當然不是要了家產之後 爸爸 我覺得你不會善待自己 所以我爸要了家產之後 我每天用你的家產 買好東西給你吃 這不是我們要家產的態度 我們要家產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要那個東西 沒有人要的家產 是因為覺得 父母親太節省了 他捨不得花錢 所以我就把他的家產要來 然後每天給他五萬塊強迫說 媽你這個禮拜旅遊 要去把他花完 快去不然就不要回家 我們沒有人當這種兒女 每一個兒女要來家產的時候 他都是為了自己的需要 大部分人是這樣 所以這個兒子 他想要分父親要什麼 他要父親的家產 當他要到了之後 他有了父親的東西 他就走了 他就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故事告訴我 他在那邊任意放蕩 浪費資材 他花了很多錢 可能他蓋了事業 可能他去做了很多事情 我只知道之後他就沒有錢了 他沒有錢 而且那個弟友遭饑荒 他就窮苦起來了 他跟他父親要的東西 那父親給他很寶貴 我不知道是多少錢 可是我只知道 後來故事告訴我們 他的錢沒有了 他從他父親那邊要來 所有的東西 在這邊這麼多 轉眼之間 一切就都沒有了 因為遭饑荒 所以他就從一個大少爺 從一個富二代 從一個小開 他就變成藍領階級的工人 他就開始走精緻農業 他就開始去養豬了 他很認真的養豬 其實當時 如果你讀聖經 你稍微知道 當時這個聖經 是寫一個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他們是排斥豬的 他們是不吃豬肉的 所以意思說 當時養豬 是一個非常丟臉的事情 用一個非常不好的說法 就是如果今天你開始出去工作 然後你說你的工作 是去菲律賓人家當幫傭 那是非常 因為我覺得菲律賓人 應該來台灣人家裡當幫傭 你去菲律賓人家幫傭 我不是要嘲笑菲律賓或台灣人 而是 那個對他來講 文化上就是那個差異 所以他去養豬 養豬養豬 不只是養豬 還很可能他還很餓 餓到一個程度 他有一天醒悟過來 他說 我為什麼要在這邊餓死 他開始想到他的父親 他想到他父親可能是一個有錢的人 因為他印象是那樣 他不知道這幾年父親過得怎麼樣 但只記得他父親有很多的深處 有很多的故宮 他想說 或許我要回去找他 第一次小兒子從父親那裡的期待 是期待父親的東西 這一次當他窮困潦倒 當他沒有失誤的時候 他開始期待另一個東西 他開始期待 或許 父親這次可以幫我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孩子的計畫 我們可以更多的了解 他開始要跟父親要一個東西 聖經的經文在第十八節 他說他自己在想 從十七節一直他在想自己的事情 心中的OS就是這樣 這時候他沒有 他可能只是站在那邊 但是漫畫突然出來 就一個大大的圈圈 他開始在演 他開始想像他要去跟他父親說些什麼話 他說他想說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 還沒有去 這是他在想的 他想說我應該要跟我爸爸說什麼的 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於是起來往父親那裡去 所以他開始想他決定要去找他父親 他要跟父親說的話就是這麼簡單 他要跟父親說父親我得罪了天 我又得罪了你 所以怎麼樣 如今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雖然我曾經是 但是我分了家產之後 就不再是你的兒子 但是你是不是願意讓我做你的故宮 這是兒子的計畫 所以這個小孩子想好這個計畫 就開始回去了 我不知道他在回去的路上盤算什麼 但是你有沒有曾經要跟老闆或僱主要討論一些家興或什麼事情 你可能心裡OS都想得很好 非常的有一點 所以你就開始在路上要去走到辦公室的時候 當你在走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不知道老闆會不會真的加薪 所以很多時候 當我們最後要去敲門的時候 我們可能收手了 因為我覺得可能不夠理直氣壯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又退回來 這個兒子沒有 他想了 他想的事情他就真的要做到 他想要跟他的爸爸說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當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的表達是說 是的 我真的做錯了一件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是最大惡極的 當使人說得罪了天的時候 就是意思是他覺得這是最嚴重的事情 他就得罪了上帝 他得罪一切事情 只要得罪上帝很抱歉 什麼事情都得罪光了 所以他得罪了上帝 他得罪了阿富 他還跟父親說我真的錯了 我非常錯 所以他說我得罪天又得罪你 因此他很 他要跟父親說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要一個男人 因為我是一個男人 所以我知道 要一個男人跟人家 這樣的道歉是 不容易的 我們上次跟人家道歉是什麼時候 抱歉阿 如果是這種道歉 每天都會發生 但是如果真的很高興 真的停下來 跟一個人看著眼睛說 對不起我做錯了 是什麼時候 可能夫妻吵架適合 偶爾會來追招 但大部分 阿 沒關係啦 笑笑笑笑 然後就含糊帶過 或是對小孩子就是 唉呀就是這樣 好啦好啦好啦 媽媽這次對不起啦 好好好 就是 可是 我們上一次 很真誠的跟別人道歉 是什麼時候呢 我快想不起來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敢 我們沒有那麼誠懇 算想起來 但是不好意思想 就是跟我太太道歉的時候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是講台 不是道歉大會 我們就跳過這段信息 對 這個兒子 他要去跟他父親道歉 他很認真地說出了這段話 他甚至說出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那表示他心裡有一個 真的認為他 他做錯了事情 如果我沒有辦法這樣說 我說不出口 我不是演戲的人 我不會演戲 我心機沒有那麼深 所以我知道 當要我說出對不起 是很難上加難的 甚至我要跟他講說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或者是你跟他講說 我真的做錯了 我不配稱為你的朋友 我辜負了我們 這麼多年的交情 當要我們 這樣子跟別人說 是非常困難的 可這個兒子 他做到了 他真的決定要這樣說了 大家會繼續看下去 可是他腦中排算了 還有下一個句話 他說什麼 他想要跟父親說 把我當做一個故宮吧 這個故宮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說 那你們家裡有事 就讓我在這邊工作 當時的故宮是 大部分的意思就是奴隸的意思 奴隸的意思 並不是要鞭打他的奴隸 而是奴隸的意思就是 你就認定你的生命跟財產 不再屬於你的了 當時的奴隸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很多時候奴隸 最簡單的分別方法就是 奴隸生的小孩是什麼 是奴隸 奴隸生的小孩 還是奴隸 所以他一直說 我就決定把我這個人 全部都賣給你 所以這個小兒子 這一次回來到他的父親面前 還沒有發生 可是他 對他來講 他想要從父親那邊得到什麼 他曾經想得到很多的東西 但那些東西又失去了 這一次他回到他的父親面前 他想要得到一個生存的機會 他想要活下去 他可能想要重新開始 他可能想要為以前所做的事情 付上代價 他有很多想要 都包含在把我當做一個故宮吧 於是這個孩子這樣子想 他就真的去了 鄉離還遠 他的父親看見 就動了磁心 跑去 抱他的頭 兄姐妹 我們稍微停在這裡一下 今天我要問大家的問題 是想跟大家一起想 是我最近在想的問題就是 我到底想要跟上帝要什麼 就像我去到每個地方 我都知道他提供食物 所以我到每一間教會 我都知道他那邊 最起碼提供神 或是神的服務 不管這個服務是什麼 是從神而來 或是從神旁邊的人來也好 反正一定跟神相關嘛 我也相信教會裡面有神 可是你去不一樣的地方 有不一樣的期待 那當你來到一間教會 來到台中烈火的教會 你期待的神是什麼 小兒子一開始期待 要他父親的東西 他知道他的父親有很多東西 他想要 他可能想要 他就現在 他可能想要教會的幫助 他可能想要用教會的資源 他覺得教會的愛演特別好吃 中午一定要來教會吃個飯 他想要教會的人際關係 他覺得他找不到工作 可能教會有些人可以幫助他 他想要教會的人脈 他想要很多 這是他可能想要的事情 也有可能 他像後來的小兒子 他想要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他曾經來過教會 他曾經好像知道 上帝那些都不重要 因為太久沒去 一切都重新開始 他回到教會 他想要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他想要為他以前所做的事情 付上代價 他想要 他想要 生存 他想要 改變 他可能甚至想要 修復一段關係 親愛的朋友 然後 當你來到教會的時候 當你來到教會的時候 你想要什麼 我不會告訴大家 這個是錯還是對的 因為待會你在這個經文裡面發現 父親好像上帝一樣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 去糾正這個孩子的想要 我們可以有我們的想要 我們可以有我們的想要 但是我今天真的只是想問大家 你到底想要 什麼 故事裡的父親很棒 孩子遠遠在外面 如果人家來找你要東西 要是我就等他來嗎 因為是你來求我嘛 那如果是我求你 我就 嘿嘿嘿 趕快跑過去求你 可是今天是你來求我的話 狀況不一樣 可是在遠的地方 這個父親就 動了慈心 跑過去 抱著他的景象 連連與他親嘴 這個父親很愛他 這個父親非常的在意他 以致他放下他的身段 他是個父親 是個長輩 通常都是我們去擁抱 我們的長輩 可是這個長輩 這個大的人物 他主動跑過去擁抱 那表示他非常看重 他非常的重要 而且怎麼會相離甚遠 他父親沒事 每天在外面乘涼嘛 沒有 他常常在等待這個孩子的回來 他跑去看到這個孩子 就以他親嘴 當他看到的時候 他兒子就開始說話 這兒子是認真的 這小孩子 這次小孩子 真的想要表達出他的想要 他第一次想要 他得到了 他第二次想要 他也要正在努力達到 他跟他的父親說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他把他剛剛計畫 那OS藍圖 全部都說出來了 只差一句話 還沒有說完 他應該要說完啊 因為接下來 聖經經文在二十一 在二十二節 他告訴他說 他正要說 他還沒有說完 他的父親 就打斷他了 他父親就說 不用再說了 不用再說了 快快快 把上好的袍子拿過來 把戒指來給他戴上 趕快把衣服給他穿 鞋子也給他試好 然後去殺一隻肥牛毒來 我們今天要party 今天要慶祝 他來不及說出他心裡最想要的那個話 可是那個父親 不在意他的需要 不在意他現在的想要 父親最在意的是 他要恢復這個兒子的身份 跟這兒子的關係 所以這個父親 跑來了 親了 話還沒說完 打斷他 給他 一切的東西 最好的袍子 是父親自己的 家裡的戒指 是父親所擁有 僅剩下的財產 牛毒 當時人不像我們這樣 一天到晚吃牛排 一年殺一次 一隻牛毒殺了 是可以供純村莊的來吃的 他不是說 去載一隻鴿子 我們烤個乳鴿 去把家裡冰箱 剩下的麵包 拿出來吃 不是 他說要載一隻肥牛毒 他載一隻最好的 宴請所有的人 來一起慶祝這個事情 他說因為我這個兒子 是失而又得的 我們要起來慶祝 我們要開party 我們要大大的 來慶祝這個兒子的回來 這兒子想都沒有想到 然後這兒子就講 故事就結束了 我們就再也看不到 這個兒子說任何的話 我們很好奇 那大兒子跑去哪裡了 這故事不是告訴我們說 一個父親 有兩個兒子嗎 前面都在談小兒子 那我們直接看看 大兒子發生什麼 他說那時候 大兒子正在田裡 他回來 離家不遠 辛勤的工作 我不知道這幾年 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只知道 以大兒子的角度 我弟弟走了 我爸爸把財產留給我 他可能有點傷心 他每天都像失智老人一樣 走在門口那邊 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等我的弟弟 但是沒關係 大兒子我是個哥哥 我要努力繼承這個家業 我要把家裡做好 所以他在田裡認真的工作 他回來 離家不遠 聽到做樂 做樂、做樂、跳舞的聲音 哇 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叫人回來 他叫個仆人 問他是什麼事情 他仆人告訴我們說 你弟弟回來了 所以現在大家開始 非常的開心 這時候的 哥哥的反應是什麼 哥的反應是 生氣 他非常的生氣 他的生氣不是說 臭臉的那種生氣 不是人家在開派對 當你生前就走進來 臭臉給你看得真心 他是氣到連派對 都不想進去 他氣到他在家門口 這是我家 這裡已經是財產 不要忘記他們分了家產了 所以這裡面沒有他弟弟的東西 他弟弟的東西都帶走 因為幾乎等於 沒有他父親的東西了 因為父親的財產 已經全部寄成開來 這些都是我的 這是我的家 可是我卻生氣的 不肯走進去 而且我非常生氣 氣到一個程度呢 是 我爸爸要親自 走出來 安慰我 非常的生氣 通常一個人生氣到一個程度 我們就派一些小樓樓去安慰他 我是一個父親 我就叫他有兄弟 就叫他去安慰 叫他太太去勸勸他 我會拆遣一些人 既然我是父親 但是沒有我的兒子 生氣到一個程度 我們不知道中間已經進得過 但是我只知道最後 氣到一個程度是 父親決定自己 要去安慰這個兒子 事實上這也是有點大逆不道 但是這個父親沒有在意那麼多 他對他的父親說 他父親出來勸他 他的父親跟他說 他的父親 他就對父親說 我服侍這麼多年 這些你都沒有給我 但今天你有個兒子 你一個小兒子 你就是我弟弟 這個不知道叫某某名字的人 他不是說我弟弟 今天你兒子 我這個兄弟 他連我這個兄弟都不認了 我們吵架不都是這樣嗎 你兒子 你女兒 明明就是你的哥哥姐姐 但是你就是不肯把他跟你的關係講 你要撇清 所以指名道姓講出 某某某 夫妻吵架講 今天你媽媽 其實不是你媽媽 也是我媽媽 但今天吵架就是 今天你媽媽怎麼樣 我不是說罵髒話 你媽媽 他是真的你媽媽的那個你媽媽 對 我們生氣到一定程度 是會把一個人隔絕在外 我叫他 叫出他的權利 認為他只跟他有關係 跟我沒有關係 這個哥哥生氣到時候 今天 你兒子 跟昌吉 他跟我沒有關係 這個人 讀了你的東西 你卻這樣子 我這麼認真 這麼多年來 都在田裡工作 守這些產業 你沒有為我慶祝什麼 可是呢 他什麼都沒做 他回來 吃好的 喝好的 那醬你到底把我放到哪裡去 父親在意的是 小兒子的回來 小兒子在意的是 就是在父親那邊有個新的開始 可是在這裡時候 我們看到大兒子在意的是什麼 大兒子 在意的其實是公平跟正義 他覺得事情 有因就有果 你敢要 今天就不要回來嗎 你敢出去 就不要有臉回來啊 你敢跟父親要分家產 那就不要再回來求我們 就沒有瓜葛吧 你為什麼 不肯好好 承擔 你自己的責任呢 這個哥哥跟爸爸 要的是什麼 他要爸爸做出一個最公平的判斷 他要他的爸爸 好好的 好好的 待他 願他為他做了這麼多的工作 他要他爸爸 看看 他的努力 他的百上 他要他爸爸 給他一句肯定的話 他要 從他爸爸那邊 得著讚美 親愛的朋友 這可能 這可能 特別是大部分的基督徒 包含我自己 都會出現在這樣 當你來到教會的時候 你來到一個 可能有神存在的地方 不論你是已經 受洗 或者沒有受洗 你來到的地方 是上帝會在這裡的地方 你是不是期待 這個上帝帶給你一些公平跟正義 你是不是期待 你當基督徒好久了 是不是 上帝應該給你一些回饋 你是不是期待 你成為基督徒很久了 上帝是不是應該給你一些肯定 你是不是期待 這麼認真跟負責的百上 你好歹也應該要得著一些東西 有時候教會會 會為新受洗的人 辦Party慶祝 可是教會不會為 受洗十年人 辦Party慶祝 你知道受洗 新受洗的人 他在教會什麼都沒有做啊 他就受洗 結果他就幫他很高興 就一起慶祝 然後知道忙的 都是哪些人 知道嗎 忙的不是還沒有受洗 忙的都是那些受洗很久的人 有人受洗 好辛苦 然後 然後結果 一不小心在廚房忙出來 蛋糕已經吃完了 有時候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教會實際的生活也是這樣 但他還是問我們一個很深的問題就是 當我走到教會的時候 你到底期待 神什麼呢 這個故事的結尾 父親跟他說 兒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這個父親跟他說 所有的都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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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你的 但是你的這個 兄弟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他爸爸不是說 但是 我兒子是死而復活 他是告訴他說 你的兄弟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們禮當 歡喜快樂 就沒了 我不知道到最後 大兒子有沒有進去 我不知道父親到時候怎麼了 但這個故事就 結束了 這個故事裡面的父親很悲哀 因為沒有兒子愛他 大兒子 等一下我們再說 小兒子一開始不愛他 他 只要 他的財產 不顧他的感受 不顧他的顏面 什麼都不在意 他只要他有的 他有了之後 他決定用他的方式 過他想要的生活 我原本以為 大兒子很愛這個爸爸 可其實這個大兒子 也不愛這個爸爸 因為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真的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連他所愛的東西 一起愛進去 你會連他所在意的事情 一起在一起進去 可是這個大兒子 後來似乎隱隱約讓我們看見 他愛的不是他爸爸 他愛的是他的身份 他愛的是他的努力 他愛的是他的擺上 他愛的是他的名聲 他愛的是他的家產 他愛的是這些已經繼承來的東西 這是他為什麼這麼生氣的原因 請大家不要忘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想的事情是 那你呢 你要的是什麼 我沒有要跟大家說 你們是錯的 或是有任何的想 我們來教會不可以期待 重新開始 我們不可以期待得到一個讚美 我們不可以期待得到一個掌聲 我發現很妙的事情 從頭到尾這個父親 都沒有對這兩個兒子的要求 有任何的指責 一句話都沒有 這麼長的對話裡面 小兒子要就給他 小兒子回來就抱出他 開Party 大兒子生氣就去勸他 大兒子講完了 就苦口婆心告訴他 什麼都是你的 從頭到尾我沒有聽到這父親說 你為什麼這樣想 這父親沒有說 你怎麼跟我這樣要呢 算了我還是給你 從頭到尾這父親都沒有給予 任何一句的指責 不管我們要什麼來到上帝的面前 我覺得我還在思想的課題 有機會或許我們可以在一起分享 我再可以繼續想 再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收穫 我發現原來不管你要什麼 不管你來到教會裡 你期待什麼 有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 那個事情就是 上帝在乎你的需要 他也看重 我不知道你的需要 會不會一定被滿足 我也不知道我們的期待 一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但是我知道 這個上帝這個父親 他看重 所以他親嘴 所以他擁抱 所以他出來 苦口婆心的歸勸 親愛的朋友我想再問你一次 我們可能有人在上面會敬拜 可能有人在上面講道 可能有人在做交代 我知道還有很多 辛苦的爸爸媽媽 或是爺爺奶 在外面帶著我們的下一代 但是我們不只是一個社區 我覺得我常常被上帝提醒 或是最近上帝更強迫我去想 也就是 我到底跟他要什麼 正統的基督徒會告訴你 不用想太多 因為神為了你付上一切的代價 祂為了你死 但是對我來講 那不夠 就算對我來講 吃東西不夠 我到饒河街 我期待吃到最好吃的腰斷排骨 雖然它很髒 但我到網品牌 現在它不髒啦 不然人家說我 就是偷偷說他的壞話 當我網品牌吃牛排的時候 我就想要吃到最好吃的 我有一個期待 走到那個地方 我在等待 上帝的供應 現在的弟兄姊妹 你 期待什麼呢 你有沒有好好想想 你到底期待什麼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不知道我小時候看 課本的印象 或者是看鄉土連續劇印象 我總覺得 我總覺得 那裡面勾勒出來的一片畫面 我覺得那個不管怎麼樣 連續劇或者是 課本連續劇 總是有個場景 就感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想 但是我就描述看看 就走到一個場景 那個場景就是 不管演劇還怎麼樣 那一家人總是沒事沒事 就坐在客廳 反正一切場景都會從客廳發生 大家在客廳裡面 可能聊天 可能說話 不管怎麼樣 就在客廳裡面了 有一天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怪 因為在我家裡面 從來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你們哪一次全家沒事 就是晚上從六點到十點 大家就只是坐在客廳聊天 沒有任何燈燈燈 沒有任何 那個手機 Facebook的干擾 或是沒有 或是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聊天 做一下我們就只好 一起看個電影 說其實一起看個電影 名為看電影 其實只是兩個人同時 跟電視機有點交流而已 事實上 看的人一點交流都沒有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是因為 我發現我們有時候 沒有時間停下來 好好醞釀一個關係 好好醞釀一個情緒 好好醞釀一個情緒 我急著到每個地方 得到我要的東西 我就離開 我沒有時間培養一個 新的關係 但是教會 可能 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上帝 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很抱歉我今天沒有辦法 給大家 答案 因為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想要的 可能 都不一樣 我也常常問自己 當我來到教會的時候 我最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確定一件事情 是 你可以把你一想要的 告訴上帝 大兒子跟小兒子 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們不是只是神門企 他們有跟他的父親 講出他的需要 等待 父親的回應 今天我們要一起守聖餐 待會我們要一起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邀請你跟我們一起 來守聖餐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有沒有受洗 我邀請好不好 我們有一點時間 然後我可以 可以請賴弟兄放 剛剛我們在等候的 那個音樂嗎 我們會等待 我們會再次 聖餐 通常 的人 你已經是看了 爽 有